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6月14号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头条带您来关 先国内昨天新增了174例的本土确诊病例 另外也新增26名死亡个案 累计已经有437人死亡 指挥中心也宣布 75岁以上长者不限居住地或者是户籍地 都可以就近接种疫苗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日本所提供的124万剂的AZ疫苗 高风险的双北地区将在加配首批疫苗的百分之十 而中高风险的基隆 桃园 苗栗 台中 彰化 则是增配百分之五 国内新冠疫情持续在新增174例本土病例 其中以新北市81例最多 再来是台北市62例 桃园市16例 基隆市7例 彰化县四例 新竹县两例 台中市及花莲县各一例 另外也新增26例死亡的个案 其中双北新增确诊人数降到两位数 三级警戒以来新增个案首次跌破两百例 而上周四傍晚 高端疫苗公布二期临床试验解盲结果 但高端疫苗每剂药价超过八百元 相较AZ一剂一百一十元 莫德纳四百一十六元 BNT五百四十元 外界 迟疑价格太贵 也对国产疫苗保护力 国际认证充满疑问 对此指挥中心解释 国产疫苗价格高于世界四大疫苗 主因在于研发技术不同 目前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疫苗 就包括疫苗的部分 或是这个病毒载体的这个疫苗 那再加上我们这一次国产疫苗 是属于次蛋白的一个疫苗 那所以每个疫苗它其实开发的技术的基础不同 那所以它的成本当然计价也会不一样 再加上这些国际的疫苗 他们都有大量生产 所以这的确是会有价差上的问题 针对国产疫苗保护力 食药署将针对国内民众接种AZ疫苗之后的 中和抗体进行检测 会和国产疫苗做比对 一旦证明国产保护力不比AZ差 才会通过紧急授权使用 至于外传上海复兴在股东大会表示 台湾不论官方或民间采购BNT疫苗 都需透过上海复兴代理 指揮官陈时中则说 会尊重他们有代理权 也会期盼代理权不会影响到我们购买疫苗 记者委员 陈立方特别报道 中央配发日本捐赠给台湾的AZ疫苗 首批66万剂 台北市昨天和今天上午8点到晚上8点 开放85岁以上长者网络预约 长照机构也被列入了优先施打对象里 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前往视察 预估一个礼拜之内 能够完成长照机构人员三点四万名的疫苗接种 日本赠送台湾一百二十四万剂的AZ疫苗 中央首批配发六十六万剂给各地方政府 长照机构列入优先施打对象 双北市陆续展开接种 新北市长侯友宜周日一早前往视察 预估一个星期之内完成长照机构人员 三点四万名的疫苗接种 就担心长照机构里的长者们有移动风险 不只新北市台北市也出动了机动疫苗接种队 第一站先到后然进老院 市长柯文哲关心疫苗施打的进度 我们在十六号之前会打完 应该是四十二家 四十二家 四十二家的那个 中小城的机构 四十二家会打掉两千五百只 十六号以前 可以拼就赶快拼 八十五岁以上的民众十五号优先施打 台北市十三号上午八点开放网路预约 新北市也请里长们通知八十五岁以上的里民 才分批分流分时段的方式来施打 中央同时公布这批疫苗的配送数量六度中最多的是新北市八点三万剂 高雄市其次有八万剂 顾及部分县市属于中高风险热区 中央决定加配疫苗 高风险的双北市加十趴 基隆桃源等五个中高风险县市加五趴 另外还考量到离岛交通不便 医疗资源缺乏 中央也决定除了第一次配送量之外 再加配两千剂给连强线 记者国产业张茨佳综合报道 网络谣优传 总统蔡英文已经施打疫苗 总统府除了发声明驳斥 指挥中心也在昨天晚间发出声明表示 总统和副总统都没有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记录 另外台北市昨天开放八十五岁以上长者预约接种 但是有医生在柯文哲脸书直播怒猖 预约系统有问题 中央配送的疫苗抵达台北市十三号开放八十五岁以上长者预约接种 台北市长柯文哲主持防疫记者会时表示 北市网络预约系统通过考验 对医院端来说好处更多 也减少行政作业时间 不过柯文哲刚讲完不久 核心医疗营运长林思宏直接在留言怒唱 都是我们基层跟你们卫生局的基层承办 在承担你唬烂后的烂摊子 并指出预约系统没有分时段 引发网友一片骚动 台北市政府发言人陈志涵回应 目前台北市确实还没有开放预约的时段 这两天将会请健康服务中心核诊所确定 用简讯来通知长辈们接种的时间 而疫苗风波不止这一件 网路遥传总统蔡英文 以及副总统赖清德 已经接种新冠疫苗 再次引发争议 除了总统府发声明严正驳斥 指挥中心13号晚间也发布新闻稿 指出经由总统及副总统授权调阅资料 已经查证两个人都尚未接种疫苗 记者赖淑敏珠峰之物启称 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资讯 这个礼拜都是新南风影响的天气形态 随着南海的水汽被带进来 在迎风命的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震雨 其他地方则是多云道晴的天气 中午过后容易会有热对流发展 各地的山区还有镇山区平地 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并且要小心可能会有瞬间大雨 或者是雷急还有长震风等情形 而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比较闷热一些 各地高温大约是在32到36度 大台北盆地 南投还有花东局部地区 更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 其中在台东地区 因为西南风过山沉降的影响 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 观众朋友要请注意防晒 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 另外苗栗以北、恒春半岛、绿岛 还有蓝雨等沿海空旷的地区 以及马祖、风浪都增强 可能会有较强阵风出现 海边活动还有渔船作业 要请加强注意安全 不过正当各国努力因应 新冠病毒疫情的时候 气候异常引发的天气灾害又来搅局 美国中西部尤塔州的森林野火 已经延烧超过3000公顷 而进入冬天的南半球 澳洲、西南威尔斯省等地 纷纷传出了25年到35年来的 最低温记录 这里是新南威尔斯省 西部偏向内陆的小镇 尽管名叫阳光 但这个周末 却是白茫茫的一片积雪 根据澳洲联邦气象局的说法 目前DCR正笼罩澳洲的人口密集区域 从维多利亚、西南威尔斯 到昆士兰各省 带来南极海域的水气与低温 让阳光镇成了积雪遍地的白色世界 即使温度还在零度以上 没有下雪的地方 也频频传出大雨成灾 气象局指出 这个周末前后几天内 新南威尔斯省的平均气温 会比往年同期低了至少摄氏 10度到11度 澳洲面临低温冰封暴 北半球的美国从中西部到西岸 则是面临干旱甚至森林野火 根据当地媒体的统计 最新一波森林野火 已经焚毁至少3090公顷的林地 除了进入夏季带来的高温 美国从中西部到太平洋岸 还得面对严重的旱灾 例如农业重镇的加州 当局估计超过七成的土地 严重缺水 农民对于今年的收成 显得相当悲观 公式新闻 徐佳仁编译 一起来看今天各大报的重点新闻 首先是中国时报 机组员3加11检疫 被认为是这一波本土疫情的破口 随着机组员施打疫苗 指挥中心昨天宣布 7月开始如果长城航班机组员 没有接种疫苗 返台之后必须要采7天居家检疫 加上7天自主健康管理 联合报我们看到的是 指挥中心日前表示 将会开放居家快筛 卫福部食药署已经核准了 三款居家快筛试剂 最快一个礼拜后抵台 食药署核准的三款居家快筛试剂 始终一款是亢原试剂 两款是核酸检验试剂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言祥表示 居家快筛指引已经在签合当中 最快这个礼拜就会公布 自由时报来看到的是 本土疫情对观光产业冲击难以想象 水者估算 实施三级管制将近一个月以来 观光餐饮业收入恐怕已经蒸发了 1280亿元 等于是每天就有40亿元的损失 而旅行社以及旅馆民宿业商机 直接是归零 只剩下少数的业者还在苦撑 今年端午节碰上了疫情 政府呼吁民众宅在家里 往年挤满元潮的屏东墾丁 还有彰化路港 都是难得一见的冷清 而国道的部分为了要防疫 采取高强度车流调控和杂道管制 昨天上午国道全线交通量 比前天少了三成 因此交通部宣布 从昨天下午四点开始 国道调整为连续假日杂斗已空 海边空荡荡 水上游乐设施完全封闭 往年每到端午廉价 人潮挤满墾丁的画面 今年完全看不到 墾丁大街 只有一两家摊商开店 当地人都说 没看过这种冷清的景象 肯定没有人 小琉球也只剩里岛居民进出 来到彰化也是相同的情况 陆港天后宫周边 过去只要廉价满满人潮 这次廉价等不到客人 干脆拉下铁门不做生意 而运输的部分 交通部统计双铁及国道客运 每个车厢承载率控制 在两成以下 台北往中南部的车次 跟往年比少了六成五 因应周日上午 国道全线交通量 比周六少三成 且预估用路人陆续北返 扎道管控也做出调整 中日下午四点起 国道调整为连续假日扎道移控 和市个别路段 拥塞的情形实施移控 但廉价还有一天 交通部强调本次端午节 廉价全国路运交通输运 还是会以防疫为重 记者王耀廷 陈显 昆林健身 王龙涛 综合报道 台北市的疫情部分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未来一个月将会进行 以确诊者为中心的热区消灭证 透过疫调 针对确诊接触者进行快试 也将会针对还没有上网 登记的长者 发出实打疫苗通知单 至于住在台北市 但是户籍不在台北的长辈 也可以透过礼办公室 或者区公所登记 能统计人数之后 安排接种疫苗 台北市六月十三号 新增确诊病例六十二人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近来台北疫情趋缓 但分散各区 未来一个月将针对确诊接触者 加强快塞 另外八十五岁以上长者 施打疫苗的网路预约 柯文哲说其中不少人的IP 上网位置在海外 可能是住在国外的家人 带为登记 至于还没有预约的长者 各礼办公室将会发放通知单 户籍不在台北的长者 也可以向礼办公室 或区公所登记 台北市南门市长 传出了摊商确诊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说 南门市长自治会长表示 近来有摊商没有营业 但是否确诊 卫生局没有资讯 也有可能户籍不在台北 卫生局将会进一步确认 那么市场也在冬五节后 早就安排了相关的 倾销作业 记者张志从 谢其温台北报道 疫情持续延收 多家医疗院所都出现了 医护人员或者是 病患确诊的状况 还有医护人员 在社群平台指出 台大医院资讯不透明 台大医院企业工会质疑 院内确诊有盖牌的情况 指挥中心表示 从5月17号开始 已经要求医院对医护人员 病患还有陪病者 进行例行裁检 5月20号裁检时 验出了一位护理师 还有七位患者确诊 此案匡列范围大 追踪时间也比较久 指挥中心强调 一旦出现确诊 会有完整的SOP流程 也会通报 没有隐匿的情况 另外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也传出确诊个案 院方证实 这次染疫的是 妇产科病房的病人和她的丈夫 两个人的CT值相当低 也就是病毒量的传播力高 但是丈夫的症状还很轻微 是院内进行陪病者 裁检才揪出来的 目前两个人都已经收置 在隔离病房治疗当中 消毒人员全副武装 穿着隔离衣 戴上防护面罩来回不停喷洒 进行倾校的作业 因为北市联合医院又出现院内确诊个案 院方证实在仁爱院区 染疫的是妇产科病房的住院患者 和她的先生 患者在五月上旬 住院前裁检为阴性 后来因院内进行陪病者裁检 结果她的先生确诊CT值是21 后来又回头裁检这位住院病患 结果也确诊CT值19 病人在六月三号的时候 因为发烧 可是因为之前呢 他是核酸检测阴性才入住的病人 所以我们就给退烧药 那因为病人的先生要去做快塞 结果快塞阳性 而且核酸检测也是阳性 把病人也再次做裁检 院方表示两名确诊者CT值都低 传染力强 而且陪病者症状不明显 这样的健康傳播者真的恐怖 目前两名患者接收至住院中 至于匡列接触者及可能风险者 进行裁检后皆为阴性 无医护人员染疫 推测和院内疫苗接种率 达百分之九十五 而且有穿防护设备有关 医师认为近期多家医院陆续都传出院内感染的病例 可说是草木皆兵 而且无症状患者很容易造成防疫的破口 民众除了口罩戴好勤洗手少出门外 建议政府应该广设快塞站 揪出更多无症状的患者才能让国内确诊数逐渐降低 新北市昨天新增本土确诊八十一例 对于数字下葬 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没有乐观的本钱 这只是一天的数字 他还指出社区里有很多无症状和轻症者 比确诊个案多了好几倍 拜托民众赶快去做快谁 十三号终于在看到新北市的本土确诊病例数 降到两位数八十一例 但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 这只是一天的数字 观察疫情有没有趋缓 要看发展趋势 他语重心长的呼吁 有疑虑的人就出来快删 防堵疫情中央地方都喊话 端午廉假要大家别移动 新北市也观察辖区风景区的人流与车流 关闭公有停车场似乎有成效 还强调随时监控 如果有人车聚集 必定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开罚 不过看到市区里的车流量 大增百分之十六点八 还有百货公司出现较多的人潮 引发了侯友宜的担忧 他认为目前并没有看到解封三级警戒的条件 同时也证实曾经与总统蔡英文通过电话 因为防疫部署问题 蓝绿工坊不断 侯友宜借此表达最讨厌政治口水 对防疫完全没有帮助 记者郭财燕张子佳新北市报道 七大工业国集团G7在峰会公报中 重申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重要性 并且强调台湾海峡两岸和平及稳定的重要性 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 另外日本首相菅英文表示 全球因应传染病之际 不该出现地理上的空白 支持我国参与世界卫生会议 而我外交部则是表达感谢 七大工业国G7高峰会 美国总统拜登与法国总统马克宏 十二号会谈 马克宏希望这次高峰会 能针对新冠疫情等等国际议题 多多讨论 其中也包括美国前总统川普 过去不愿多谈的气候变迁议题 拜登回应说美国回来了 我们要 tough to deal with this pandemic unt July19 we have to face a lot of challenges a lot of crisis climate change and for all these issues what we need is cooperation and I think it's great to have the U.S. president part of the club and very willing to to cooperate I think we can do a lot too the United States I've said before 這次高峰會在英國舉行 英國和北愛爾蘭之間的貿易議題 也是歐盟各國與英國之間關注的焦點 各國希望英國遵守脫歐協議 尤其是北愛爾蘭議令書內容 北愛爾蘭在英國脫歐後 繼續留在歐盟市場 但英國希望繼續延後 引發歐盟各國不滿 另外12號的高峰會上 拜登希望各國共同譴責中國在新疆強迫勞動等等違反人權的做法 但是各國對於是否要對中國採取強烈行動 有各自考量 會議氣氛變得敏感 沒有達成共識 不過日本首相菅義委會中提到 在全球因應傳染病之際 不該出現地理上的空白 表態支持我國參與 WHA世界衛生會議 我國外交部也對此發出新聞稿 向日本表達感謝 記者張宇宙 謝祺文 整理報導 歐洲國家已經開始思考 如何慢慢地恢復正常生活 像是在德國推出了數位疫苗護照 發放給完全施打疫苗的民眾 目標是要讓這款護照能夠在荷蘭或者是西班牙這些國家使用 至於即將在7月登場的伊西蘭較年度盛世 麥加朝景 沙烏地阿拉伯也宣布 要限縮參與人數到6萬元 曾在機場通關 或是要過境到其他地區 都必須要掃描手機上的QR Code 這是由德國政府所推出的數位疫苗護照 完成疫苗接種之後 最近幾個星期就可以收到帶有QR Code的簡訊 掃描獲得數位疫苗護照 或是向接種疫苗的醫師等單位取得 目標是要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 或者是西班牙馬約卡島等地都可以適用 讓國際旅遊復蘇往前邁進 長長人龍出現在德國八本豪森的一間診所外 許多民眾不遠千里而來 還準備好板凳和打發時間的物品 排了好幾個小時等待施打交送疫苗 至今將在七月份登場的伊斯蘭教盛世 麥加朝靖 今年限縮參與人數是六萬人 而且只開放給市打過疫苗的國民或居民參加 不開放外國人士 在還沒有疫情之前 每年大約會有兩百多萬的穆斯林參與麥加朝靖 但去年因為疫情縮小規模 今年又持續地限縮 要避免一個不小心讓疫情再度延燒 這條日網的新綜合報導 觀光大國西班牙七號敞開國門 除了甚至少數疫情嚴峻的國家旅客之外 已經完成疫苗注射的國際旅客 還有拿抗原快篩陰性報告的歐盟公民 都可以入境 西班牙知名的景點現在都出現嚴巢 當局希望能夠加速觀光業的復蘇 目標是在七到九月的旺季 吸引超過一千四百五十萬名的旅客 鄉間小路上一個又一個的朝聖者 背著厚重行囊 手持著登山杖 徒步展開朝聖之旅 朝聖之路全長八百公里 從法國碧里牛斯山 橫跨到西班牙北部的聖地雅各 相傳耶穌的十二門徒之一聖雅各 遺體在旅途的終點站被發現 後來被安葬在當地的大教堂 因此也被稱為聖雅各之路 2019年朝聖者之路吸引了三十四萬人 但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 去年只有五萬人踏上旅程 剩下往年的七分之一 隨著西班牙逐步解封開放觀光 今年估計會迎來三十萬人來訪 不見得所有人都是為了宗教信仰 近年來也有不少朝聖者 將朝聖之路視為療傷之旅 更多的是為了沉澱負面情緒 調整身心 尤其在經歷超過一年的新冠疫情 痛失所愛 受夠了令人焦躁煩悶的疫情 也有的人選擇放長假 帶著行李搭機前往西班牙的陽光海岸 去海邊曬太陽 散散心 2019年西班牙的觀光收入佔GDP超過百分之十二 來訪旅客數達八千三百萬 但就在疫情攪局下 去年的GDP佔比跌到剩百分之四點五 近期疫情呈現趨緩 當局祭出措施 開放注射完疫苗的外國旅客 及持抗原快篩陰性報告的歐盟公民入境 所有乘客在出發前都必須到西班牙官方的網站 申請註冊專屬的二維碼和接種證書 當局力拼在七到九月的暑假檔期 吸引至少一千四百五十萬名觀光客 重振國內經濟 公視新聞 王博文編譯 國內疫情延燒 民眾減少外出 也讓物流相關產業的工作量是大增 其中中華郵政目前已經有十三名員工確診 但是工會指出 從去年開始承擔防疫國家隊的任務到現在 基層提出了不少防疫訴求 但是卻狠手被採納建議 所以發起了退回獎章 守日風的活動 向主管單位表達不滿 郵政公會同仁展示在去年支援運送酒精 口罩 還有三倍券等業務所收到的防疫國家隊獎章 還有紀念守日風 認為這樣的勉勵對照現在來看有些諷刺 呼籲相關單位 補齊第一線人手還有裝備 同時強化必要的防疫作為 還要為郵政同仁爭取 疫苗施打的優先順序 提升到第三類 來看到桃園昨天新增本土確診個案16例 龜山清潔隊案累計6個隊員還有6名家屬確診 另外根據外媒報導 日月光公司為了要防疫 強迫住在私人租屋處的外籍移工 搬回公司的宿舍 否則就會既大過處理 桃園市政府前往查核 初步瞭解是採取 鼓勵措施 並沒有移工被罰 如果接到申訴的案件 會進行三觀處理 消毒持續進行桃園十三號新增本土確診 十六例 五人為家庭群聚 另外有兩例為龜山清潔隊案 累計共有六隊員 六家屬確診 清潔隊確診以後 他家人我們把它居隔 那居隔期滿前我們再給他採檢 那採檢確診 那這個就改成為隔離治療 有關外媒報導 日月光公司為防疫 強迫住在私人租屋處的外籍移工 搬回公司宿舍 否則既大過 引發歧視和雙重標準爭議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也前往查核 初不了解 日月光是才鼓勵措施 目前也沒有移工被罰 而針對企業移工快篩固安計劃 市長鄭文燦表示桃園境內九萬多產業移工 目前已經快篩了九千兩百五十八位 外籍移工 沒有人確診 雖然桃園俠內尚未發現移工潛在的傳播鏈 但仍要高標準處理防疫 另外針對長者疫苗施打桃園市共設置二十五個接種站 與第一二三類人員分流 第一階段先開放八十一歲以上 或原住民七十一歲以上長者 呼籲一接種通知單進行疫苗接種 市府也貼心提供計程車 富康巴士 輪椅等服務 同時接種站附近將開放路邊免費停車 記者 詹淑雲桃園報導 苗栗縣昨天沒有新增確診個案 但是走後晶圓電子對千名員工進行 第二次快篩 有三十人呈現陰轉陽 經過PCR檢測確診 不過因為還沒有取得案號 所以沒有列入統計 而臺中則是新增一例確診 他是大安群聚案的友人 苗栗縣府公佈 十三號沒有新增的確診 縣內確診人數維持在四百四十四人 其中三百六十二例是外籍移工 而十三號週日 晶圓電子位在苗栗造橋的移工宿舍 也對千名移工PCR檢測 這已經是第三度 因為移工宿舍雖然降窄 但是第二次的快篩 還是有三十個人陰轉陽PCR檢測陽性確診 但是還沒有取得案號 尚未列入統計 而在臺中則是新增一例 是大安群聚案的接觸友人 至於新光三月貴姐確診 累計有八人染疫 臺灣市府截至十三號 累計快篩了一千零九人 目前都是陰性 而在彰化 則是新增四例確診 除了麻將傳播鏈新增的一例 是在隔離期間發病 另外三例感染源不明 一個是醫院群聚 一個是出院的個案居家隔離當中發病 一個是她的家屬的接觸者裁檢也確診了 那另外又出現一個新的醫院感染的個案 是專責病房的護理師 葉彥博表示 男力在隔離中發病 疫情還在掌控中 新增了一例是專責病房的護理師 目前沒有證據顯示院內感染 但是卻也新增了一例死亡個案 是一名洗腎的七十多歲女性 藉由林健身 王龍濤 中部綜合報導 受到疫情衝擊 高雄市計程車客運工會發現 不少司機一天只賺兩三百塊 要是是跟車行全租的計程車賺得還不夠付租金 因而選擇退租 所以現在就出現了大量的退車愁 五月中疫情升溫以來 搭車的人是越來越少 有時候得要等上兩三個小時才出一趟車 有一些人整天跑下來連油錢都不夠付 因此選擇退租 部分車行從五月中起被退租一百五十幾輛 平均月虧本一百萬到兩百萬元 卻沒有被列入紓困對象 高雄市政府回應 將會向中央建議 是不是能夠減免車行利息等方式來給予協助 三級警戒延長到暑假 全臺灣有兩千七百多位的視障生 怎麼在家學習呢 深深障礙聯盟希望政府和學校以無障礙網站的標準 優化線上學習網站 包括圖片文字畫 還有顏色要有清楚的對比等等 以保障視障身遠距教學的成效 裝了暴讀系統的電腦 持續念出線上圖書館的閱讀資料 讓全忙的培問能夠在家聽書學習 視障巡迴老師也在線上教他如何借書 用觸摸顯示器一字一字把傲慢與偏見的內容 讀出來視障身遠距上課的空檔 也會用點字書和聽書機來查資料 全台大約兩千七百位視障生 因為疫情 有的直接停課 有的是在家學習 對孩子來說 數位學習的教材都需要有word檔 方便他們用暴讀系統聽讀 而教材的字體 線條和色調 也要留意粗細和對比 圖片也要夠大 身心障礙聯盟表示 符合無障礙標準的網站 在疫情期間對視障者來說 格外重要 包括進入線上會議的安全碼 要數字化 圖片要文字化 盲用磚定位點功能也要提升 才能真正滿足視障生線上學習的需要 記者 林玉凱台北報導 去年因為商事休息的旅美日本投手 大谷翔平在二零二一年球季 已經登板四次 拿下兩勝一敗 當地時間十一號才先發五局 隔天十二號又再度是以代打的身份上場 這讓他不但站穩了先發輪值地位 打擊的成績比起許多野獸 也毫不遜色 二刀流有多好用 洛杉磯天使隊總教練馬登最清楚 大谷翔平前一天才以先發投手身份登板 當地時間十二號又出現在打擊區 對方投手可是一點也不敢大意 這場比賽天使一度落後打五分 但最終卻以八比七逆轉勝 也拿下最近的五連勝 時間回到前一天十一號 大谷先發登板 三局下半輪到大谷的打擊 這個自打球直接命中他的右腳膝蓋 經過防護員幾分鐘的處理 大谷重新上場打擊 站上二壘的大谷翔平 臉上還是露出疼痛的表情 但三局下半仍舊登板投球 還以時速一百五十九公里的快速球 三陣對手 大谷不只在三局上半打擊被擊中膝蓋 比賽到五局下半又遭遇亂流 這個令天使隊覺得莫名其妙的投手犯規 免費奉送對手一分打破鴨蛋 這場比賽中場天使以六比五獲勝 大谷雖然無關勝敗 但自己敲出兩發二壘安打 為球隊打回一分打點 總計目前大谷翔平在二零二一年的球季 四次登板先發主投四十七又三分之一局 除了拿下兩勝一敗 平均每九局讓對手上累的比例 僅僅1.18 而在打擊方面 除了平均打擊率有零點二七的水準 今年兩百一十一次站上打擊區 已經敲出十七發的全雷打 整體攻擊指數是下下降的零點九六六 這些數據都由於目前為止的平均值 也讓大谷翔平成為球隊難得一見的二刀流好手 公視新聞 徐佳仁編譯 中國雲南一群野生象群 四月從自然保護區起沉 一路往北漂長征超過四百公里 引發了國際關注 目前北遷的象群已經進到昆明逗留多天 專家認為造成他們牽引的主因 是因為過去幾年來野生象群的繁殖增加 但是棲息地卻持續縮減的關係 大象帶著小象 陳群側躺在林地上 這裡是中國西南城市昆明的郊區 這群象群是從雲南西雙版納的自然保護區 往北走了四十天 遠征超過四百公里 經過了普爾 洪河 玉溪來到了昆明 而他們的到來也沿路引發了不小騷動 像是採壞農民莊稼 闖進民宅等 讓不少村民嚇壞了 這群象群原本有十六頭 中途有兩頭 離開群體往回走 途中還有一頭小象出身 樹頭象 從四月中旬開始沿途移動 毀壞了約五十六公頃的莊架 造成了約六百八十萬人民幣 轉合臺幣將近三千萬的損失 專家分析象群遷徙的主因 是因為野生大象繁殖數量增加 從一九八零年代記錄一百九十三頭開始 到如今 雲南西南部的野生大象 已經達到了三百頭 但隨著森林的擴大 象群棄息地 卻持續縮減 減少了至少四成 能夠食用的植物逐漸被無法吃的品種取代 讓他們開始自主尋找棄息地 為了阻止他們持續移動 增加農損跟人民的財產損失 地方政府用路障跟大量的食物 試圖改變大象的行進路線 同時還疏散了居民 還動用了六十四輛垃圾車 五十二輛的緊急車輛 跟十四架的無人機 監控引導大象往西南的方向前進 法新社報導項群的移動也引發了網友關注 有網友在社群網站 微博 發布象群棄息地 雨林被破壞的新聞截圖 要求官方給予回應 有網友認為媒體 只專注在象群遷徙的可愛 應該要多報導原因比較實際 專家表示 象群在尋找適合的棄息地 目前還無法判斷象群會繼續往哪裡移動 但因為隨著雨季降雨量增加 加上象群中還有小象和南跨越江河 移動的難度加大 這群野巷有可能會暫時滯留在昆明 官員新聞陳盛秉 天氣不好 怕洗了衣服曬不乾嗎 現在俄羅斯聖彼得堡有科學家 研發出了一種可以自行清潔的布料 只要碰上雨水或者是陽光 布料就會自動恢復得乾乾淨淨 淺灰色的布料上染上了黃色的污水 但只要用水一沖 布料上的污水瞬間消失不見 這是俄羅斯聖彼得堡的科學家日前研發出來 採用特殊材質能夠自動清潔的布料 設計出這種布料的教授 納塔利亞表示 這是利用油鈦 鐵 錫 鋁 鋁 個 跟其他金屬氧化物製作出一種稱作干擾 顏料的特殊塗料功效 這種顏料跟紡織品的連接層結合時 會牢牢固定住顏料中的奈米顆粒 讓紡織品能夠用水沖洗 或是陽光一樣ship就能清潔 跟萬物製成混合時 专家解释这种原料可以应用在任何纺织品上 包括金属化织物跟纤维混合物的布料上 其中特别适合用在运动服 桌布跟室内装潢 汽车内装上 并且透过不同颜料的染色 让纺织品的颜色不会显得很单调 而这种干扰布料的成本并不高 每平方公尺的布料加工只需要花费1.08美元 这和台币约30元 而这也不是二氧化泰第一次被应用在制作自动清洁的纺织品上 目前这种颜料已经在俄罗斯沃罗格达的纺织厂测试成功 已经有很多家具 工作服务跟汽车内装制造商的业者 对于这款特殊颜料表示有兴趣 未来将可能应用在相关的产品生产 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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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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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空气如何呢 一起来看空气品质指标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早安新闻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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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lag�warz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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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月9日和rative εκцию plante散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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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